过去40多年,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功是改革开放的成功, 也是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效结合的成功。 中方不接受七国集团单方面认定所谓非市场政策和措施的标准。 事实上,少数西方国家针对特定国家、特定企业采取的歧视性做法, 才是真正的非市场行为,构成了对市场的扭曲。 七国集团炒作所谓中国的产能过剩, 企图对中国的新能源产品设限, 这事实上完全背离了事实和经济规律, 本质上是保护主义,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。